幽灵船出现在缅甸外海 最后一次现身是在台湾海峡 美国福斯新闻报道 缅甸当地政府近期正在调查一艘 在缅甸外海浮沉的船只 这艘幽灵船是被渔船 在离仰光外海约11公里的地方发现的 当局调查这艘空货船 被一艘拖船拖到孟加拉的一家拆船厂 想要进行拆解 在Facebook的贴文中 仰光警方表示幽灵船上有一面印尼国旗 据海上交通网Marine Traffic报道 该船长度超过177公尺 据法国法新社报道 恶劣的天气导致船上的缆绳 在接近仰光河时断裂 于是拖船船员才决定抛下这艘货轮 福斯新闻报道 缅甸海军使用沿岸雷达记录 来追踪这两艘船的大致位置 三域此案的官员仍在进一步调查 该船出现在缅甸海域之前 最后记录的位置 据报道是在台湾海峡附近 别忘了我们晚上八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